背负着非赢不可的压力 南韩太极虎对上C罗领军的葡萄牙 上半场1比1平手 下半场南韩发动攻训 伤停补时 队长孙新敏带球猛力冲 还一对三被对手包夹 他趁机传给了黄喜灿 起脚 南韩突袭攻破了葡萄牙大门 慢动作重播 孙新敏始终超强的穿透力 竟然从对手胯下传球杀得措手不及 队友顺势禁区禁射破网 最终以2比1击败葡萄牙 南韩赢了还留在场上 因为要等乌拉圭战胜加纳 这刻全南韩都疯了 孙新敏激动爆哭 只说这是他人生最长的6分钟 最后南韩就以比较进球数的方式 晋级16强 提前确定晋级的三八军团巴西 对上科麦龙显然轻敌了 全场21次射门 竟然一球都没进 巴西还在第92分钟被对手攻进一球 以0比1落败大爆冷门 也断了联营17场不败的记录 一场瑞士对上塞尔维亚火药味十足 不是拉一副架拐子 就是爆发口角 整场黄牌满天飞 两队共领到11张黄牌 其中瑞士就包办7张 中场瑞士1 3比2 险胜塞尔维亚连三届晋级16强 回为20年亚洲再度主办世足赛 亚洲球队扬眉吐气不断创造奇迹 南韩 日本和澳洲 三支亚洲球队同时晋级16强 写下了史上之罪 而16强名单也出炉 上演今天逆转的南韩 将对上夺冠热门巴西 日本将对克罗埃西亚 聚梅西领军的阿根廷 将对战代数军团澳洲 另外荷兰 美国 法国都有晋级 葡萄牙也将对上瑞士 各队卯足权力争取8强门票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气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今天又能够 你怎么办 你就能够